这是什么吗 一股香味出来了 其实这是一股臭味 这是肥肠 一只猪的肥肠 这个我买了花了86块钱 我现在要把它洗一洗干净 然后再给它卤起来 因为一次吃不了这么多 我卤好了到时候可以给 拿一点给父母他们 洗洗洗搞点 这叫什么 面粉 这一股动画都说不清 我感觉这手机一拍 我本来长得白白嫩嫩 白白嫩嫩 手机一拍之后 变成黑人 刚才想一看 其实也不是白白嫩嫩 至少是黄种人 手机这个 有次我看到那个 一看都变成黑人 别人用手机是美的 我这个是晒 用手机是晒黑的 小猪爱腐肠吗 肥肠吗 还可以吧 吃的也不多 嗯 搓了一会儿 给它冲一下水 然后再反复加醋 加面粉洗 要不断的洗 要洗到那个烧烧味 湿起来才不烧 不要再翻一下肠 你看这个很方便 肥肠水 就下去 在这个最结有点厚 有点硬 就是靠去绝花那里的 肥肠下股肥水 本来7斤的肥肠 我给小猪一洗之后 就只是要塞鸡 塞鸡应该塞鸡4斤的样子 他把那个肠子都洗薄了 这里料酒 你沸一下水 哎呀 在家里浇进去 这个肥水 刚才又忘记了 我这个肥肠 被小猪反复洗了一个小时 把油的全泡空了 我在想这行这么干净的肥肠 什么肥肠 不如吃那个皮得了 什么洗的 这些姜啊 辣椒啊 洗啊 备好到时候就是 卤好我们再炒 清洗一下 OK 切姜 还有小米椒 小米椒才够辣啊 哎呦 我地盘锅又忘记买了 不知道 我再去试一下 看能不能好 不能好怎么办 以后又撒火煮饭 青椒啊 还有点洋葱 小猪 嗯 你饿不饿啊 我啊 我不饿 不饿啊 我怎么这么饿啊 我是吃的多消耗的多 你吃的少 消耗一少 哎呀呀呀 长得胖可能也是 需要大量的热量 才能维持吧 能沸好水 给捞出来 我又开始卤了 加油 这就够了 姜和洋葱啊 这来有豆瓣酱 加入水 再把肥肠下鸡券 要酒多多 老抽 再来点生抽 再加盐 好 再给它炖起来 炖到来 刚才忘记放干辣椒了 放进去 哎呦喂 不行了 我还是用高压锅炖吧 快怕 我都不行了 老说我吃的肥肠啊 这是一扯一扯的 这是我用高压锅炖 到时候就不用一扯了 一个压多少时间 一个十分钟差不多 上去十分钟看一下 我们上去十分钟 可以了 我还太烂了 到时候没有鸡 一煮就这么点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太少了吧 七斤的醋完之后 一斤一两斤都没了 你看嘛 就这么一点 我也想这一顿吃不完 太伤人心了 你说这个怎么办 小猪啊 都怪你洗的太干净了 你看都没了 七斤的肥肠被你洗成了 不到一斤 直接缩水六斤 把油下去去 一开始炒了 姜蒜下去去 这油温是本人烧过的 花椒炸一下 这个要多加点香 再来点十八辣椒 辣辣麻麻 再加入这个洋葱小米椒 洋葱是去腥的 去测的 我们炒下之后 再把这个肥肠 给下去去 这个要炒一下 再来点盐 最后青辣椒下去去就可以了 下去炒出锅 太阳太好了 我感觉做这个肥肠太阳没出来 我就做了 做到现在太阳底炒天了 在我以前洗 我可能就洗个十分钟的肥肠就好了 小猪洗一个小时 哎呦 太花时间了 就可以吃饭了 这叫七斤肥肠炒一排 来 怎么吃呢 不够在家 王妹废话不多说了 给你吃吧 真好吃 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一点都不费牙 就吃饭了 好 好 真的很好吃的 这样一卤之后再炒 像那么大的辣小鸡雀已经没有那个臭味了 下不够 再加点 你还要米饭吗 还要米饭吗 感觉还想要一点 那就再吃一碗 太香了 太好吃了 不知道怎么形容 感觉非常的味特别足 不是说那个臭味就是香味特别足 很好吃 朋友们可以试一下